大家好,我們來畫Intuber Salango 2021 今天我們要畫日二十九 Tray Leaf 這是WCZT設計的圖案 我們繼續用Viju 小的汪牛磚去做我們的設計 今天我們試用不同顏色的筆 不用平常的Sakura 這是Sakura的不同顏色的啫喱筆 這次的顏色是逐個顏色 我的圖案很簡單 首先有T字 T字 真的是T字 T字 一行的T字 另一邊 另一邊 就是T字 但是在卡拉中 中間的卡拉 這個位置我們又有一項T字 這樣 T字是生葉出來的 那這個葉子有不同的形狀 Tree Leaf 可能是可以很簡單的 T字 這樣 這樣 這邊已經有T字 很簡單的 我們用電梯 看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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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一行 然後我們轉色 轉另一個 一樣呢 都是我們先使用電子來 在這裡 我們試一下 這裡就開始有T字 碰到 這裡 尤其是T字 你想除了這樣之外 你可能可以雙倍 做的 好 接著我們在這邊 重複 剛才這裡可以做到一個 這裡 對著它的位置 再有T 好了 當你明白了 就可以在這裡挖 就可以了 接著呢 今次這個T上面 我們加些什麼 好呢 我覺得這個紅色 好像搭配這個 嗯 好像一個 Pocket Roots 這樣 在一個Tree Leaf 上面 這個圖案上面 你可以加些不同的東西 譬如這個就是Tree Leaf versus這個Pocket Roots 這個就像是Pocket Roots 這個就像是Pocket Roots 可以畫大一點 畫小一點 也可以的 如果這裡做得更需要 多個呢 我就加一個 好 那第二項呢 就像是Pocket Roots 這樣 接著呢 我又轉了一隻色 繼續呢 就是有個T T 對著這裡 開始啦 因為T會對著這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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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次我用單行啦 先用了T再看一看了 今次這個葉我們想用怎樣的葉呢 例如我今次可能是用一些比較深型的 葵線深型的 心液點 這個筆呢 這個墨本來沒有用那一款墨長 是真的 好 那我們下一款顏色吧 一樣繼續 T先 這套筆不普通 那些墨不太流暢 好 這次T這個呢 我們想用些什麼呢 那譬如我們嘗試做一些傳統一點的葉 這樣是嗎 這個普通的葉 但是跟著葉子呢 我們裡面也有一個Aura 今天這套筆不太流暢 好像很可愛 加了顏色 好 好 好 接著呢 就上回 陰影 看我們打陰影的方法 每個都有點不同 在圖畫裡面 還是圖畫外面 那圖畫裡面呢 我就選擇這個 用這個 顏色 Pastel Pencil幫忙 一會兒我們會再拿那個 黑筆呢 去做一些外圍的填充 內圍的填充 你看 這個Pastel Pencil呢 甚至用手指揉都可以 揉回去 揉回去 看看 這樣呢 然後呢 藍色 比較深一點的 在這裡 那還會讓我一個都 OK,好,剛才那個中間 都加上一盒 加上一盒 好,然後這個呢,剛才那裏呢 都加上一盒 可以拿到一盒,一盒一盒 一盒 一盒 這個就是顏色 然後呢,我們看看黑色的部分 可以在哪裏呢 可以看到它那個陰影的深淺 那我呢,我就會想 我想整個範圍在旁邊呢 OK,這裡就有一個圍邊的樣子 然後反而因為我們一開始就沒有圍邊 我們要用一個這樣的方式 去做一個深淺 先看看 我們在這裏畫的時候呢 就可以讓那個靈感流動 可能呢,你可能會問我 哦,你有沒有計畫的 畫之前又想好怎樣畫 所以我要承認,沒有的 我呢,大概知道會很痛 看完之後呢,嗯,一盒畫一盒喝 不如我們試一下吧 一個試驗的一個心態 對 不如我們試一下吧 是否會好嗎 這個效果呢 有時候要試一下才會知道的 有時候呢 有時候呢,我們也要試完才知道的效果是怎樣的 那些東西呢 是絲鍋的經驗才會來的 那所以呢 我們也要試一下 讓自己大膽一點去嘗試 OK 看看是不是我想要那個效果呢 我就想要呢 旁邊再 再明顯一點 再明顯一點 尤其是在旁邊的時候 最多呢就是一個 圓柱子的地方 這樣 好 好 感覺中間比較高 然後呢 簽名 先砌 住在中間 希望你也喜歡 可以用你的方法一起畫